好了 上节课留下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应该都听明白了吧 那我们先休息二十分钟 下节课再继续吧 夏老师 我刚才又想出了一种解法 因为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 那个学生又很聪明 一下就明白了 哪有 如果不是基因得去参加 市里的教学研讨会 我才不会接下这份委托呢 而且就算是过瘾 我也早就体验过了 上次回学校 我不就给你开过小灶了吗 你还特地在我的课堂上捣乱了吧 是啊 真是多亏你了 对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 好啊 夏老师 这是我们的新老师吗 不 他是我的未婚妻 原来是师母来视察工作呀 夏老师以前是我们学校的 那师母呢 好了好了 看你们镜头这么足 是都准备好待会儿的训练了吗 休息时间还没结束呢 夏老师别转移话题 是啊 夏老师多和我们说说 去布拉格参赛的事情吧 那个 嗯 这次的竞赛也是在布拉格举办 我们想到时候顺便玩几天 所以找夏老师问问攻略嘛 放心吧 到时候是你们季老师带队 他有经验 会安排好一切的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先回教室准备一下 我打算下节课 对你们进行地域难度的特训 啊 你竟然用这招 好吧 我坦白 我们不是约好了 要一起去布拉格旅行吗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计划这件事 现在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 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 是不是心动了 那下次假期 我保证 一定让你在布拉格留下愉快回忆 哦 我得回去上课了 等我下课 到了 我可是特地订了我参赛时住的那家哦 差不多吧 没走错 把前台装修成酒馆 就是这里的风格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制定计划的时候 下意识觉得这是唯一的选择 难道是因为很有特色 所以我对它的印象深刻吗 当时我们带队老师一进酒店 就被吓了一大跳 以为自己定错了地方 他和前台的工作人员 确认了好多遍 最后还是不放心 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 知道大家都比较激动 但你们还没成年 不许喝酒啊 对了 我记得这儿的老板 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爷爷 前台还摆了他收藏的古董作中 跟当年比起来 变化还是挺大的呀 总觉得我忘了什么 算了 应该不是重要的事 走吧 你醒了 那等你收拾好 那等你收拾好 我们就一起去吃早餐吧 你也知道我的生物中嘛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醒了 反正躺着也是躺着 我干脆去花园沉练了 你猜我在花园里发现了什么 虽然我也挺想再见见她的 她哪有这么巧的事 而且我只是这里的旅客之一 就算真的见到了 她应该也不记得我了 我发现了一件青春时期的遗留物 具体是什么 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吧 你先收拾 我也去冲个澡 我昨晚不是说 感觉自己忘了什么吗 今天晨练的时候 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当时在这里藏了东西 打开看看 亲爱的华生 当你看到这句话时 我已经在布拉格设置好谜题了 去找我隐藏的答案吧 如果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应该能看见 布拉格最美的景色 就算你问我 我也给不出答案 其实连我自己也忘了 最美的景色是哪里了 说来也奇怪 这种事情我不该忘记才对 放心吧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当时设计谜题时 基因也来帮忙了 是啊 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笑的 我一开始的打算 的确是自己完成这个计划 但在我藏题的时候 被基因发现了 然后他就自高奋勇要来帮忙 最后就变成了 由我设置框架 他填充细节 我其实不太记得当时具体的想法了 但我应该是想让你在布拉格的旅行 更加充实有趣吧 毕竟出发前 我答应了你 要帮你做一份旅游攻略的 我本来就是侦探嘛 不过 今天你才是主角 所以 换成我来当你的猪手吧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 忘记了白天和黑夜 没记错的话 这句话出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 我想 应该有一份密钥能让我解密 那句话就是提示 我不太记得了 但从谜题本身来看 我倾向于自己当初选择了英译版 毕竟将明文锁定在26个字母 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算是吧 我给基因讲了一些密码学的理论 具体的体态应该修改过 怎么了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很厉害了 多夸我两句也可以哦 放到现在 我肯定会比高中做得更周全呢 小菜一碟 其实你已经找到最关键的部分了 但明文或许没那么复杂 即便是短篇小说 它的词汇量也大概率能涵盖所有字母 所以 我认为明文本身比较简单 以至于无法完全对应密码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那就出发吧 有点词 转发 以个人的词欣告 虽然是有点赞 有点赞 有点赞 我们的词欣告 试试就知道了 等等 这可能就是正确答案 密码学中有一些 简单的加密方式 比如替换式密码 与置换式密码 这其中又有很多细分 但共同点是 它们不需要密码本 可以这么理解 更准确的说法是 这种加密方式 是保持明文的字符 而打乱其位置和顺序 这个就交给我吧 毕竟树叶有专攻嘛 我知道了 这是凯撒密码 凯撒密码是一种简单的加密技术 明文就是26个字母 只会向前或向后进行固定树木的偏移 而偏移量是固定的 总共只有25种 P不在明文中 根据这点 能筛选出9种情况 再依照重复字母出现的频率 进行分析 就能知道偏移量是7 Catch the kitten 答案应该没问题 但抓住小猫是什么意思 我上次应该没有去过类似的地方 先休息会儿吧 应该是巧合吧 这可不是我顺手做出来的 这游戏有200多个关卡 我应该想不出 这么折磨人的谜题 对了 想吃冰淇淋吗 烟囱卷冰淇淋是这里的特色 我做攻略的时候 看见很多人都打卡了 那我去买 你先在这儿打游戏吧 那我拭目已大咯 性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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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好好 denominator 你先吃冰淇淋 你只要注意 你吃冰淇淋 那我来 你吃冰淇淋 那我去买 我去买 你吃冰淇淋 我去买 你去买 你去买 我去买 我去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当作随便逛逛也好 走吧 根据侦探守则第三条 追踪是一个优秀侦探不可或缺的技能 这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了 好问题 但我还没来得及编出来 那当然了 区区小猫还能难倒我们 竹童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这一路我们都鬼鬼祟祟的 但却更引人注目了 他哪像容易被吓跑的样子啊 看起来胆子比狗都大 就这么在街上乱跑 也挺危险的 怎么了 没关系 这种事我也很熟练了 你先别动 避免惊动吧 一般来说 目标被发现后 会想办法甩掉我们 最优的方案 就是借助人群逃离 而人群对我们既是障碍 也是保护 因为某些穷凶恶极的目标 会对追踪人员进行攻击 所以 我们现在需要谨慎地观察 如果目标有异动 可以考虑时时代步 这件事也交给我吧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 是什么 这怎么行 好 也没什么 就是 我不希望我们的约定 这么随便就结束 你觉得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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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嘛 你明明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 却还是绕一个圈子掉我的胃口 我还以为 你刚才有件事可没说对 那时候我可一点也不轻松 手机都被我捏出汗了 我知道啊 但毕竟是和喜欢的女孩子做约定 就算再怎么熟悉 我也还是会紧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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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顾着说话 猫都跑了 我们也快走吧 他怎么又停下了 他怎么又停下了 嗯 对了 你看这个 哎 不过冰箱贴的设计 都只采取了天文中最显出的部分 哦 没什么 只是相较于天文中本身 我更喜欢塔顶的那个常被人忽略的小时钟 那个时钟很特别 长针是时针 短针才是分针 与我们的习惯是相反的 我第一次看见时还疑惑了好一会儿 后来才知道 这寓意着时间倒流 我 老大 我们来做什么 你还是没有表演的 快看 快看 早就知道 了 谁 你们俩终于来布拉格旅游了 我可记得你当初因为凑热闹错过了集合的时间 让带队老师一阵好找 可以了 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行了 对了 你们俩终于来布拉格旅游了 他当时就念叨要和你一起来 这下总算还原了 没错 我们正在解当年的谜题 只不过我们卡在这里了 谜题 那件事啊 我想起来了 你当时还苦恼了好一阵子吧 老大 你这是在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我藏东西呢 哎 基因 你怎么在这儿 嘿嘿 我站在你后面好一会儿了 是你自己太认真了 没发现我 什么东西 这么神秘啊 我昨天和他约好了 我们之后 要一起来布拉格听钟声 不过除了钟声 我还想带他看点别的 别的什么 这是重大保密事项 不能告诉你 我的计划 是设计一个谜题 让他能一边解谜 一边游览布拉格 那需要这么麻烦吗 你直接当他的导游不就好了 哎呀我懂了 这其实是那种情节吧 先拦住他 然后你再来帮他 跟英雄交美似的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都是从哪知道的这些 年轻小说 是我们竞赛班同学的 可不是我爱看 我就随便晃了一眼 然后你就晃到了这么具体的情节 哎 重点是这个吗 重点是我懂你 哎 你又懂什么了 像你这样又当考官又当考生是不行的 难不成 你真在一边看着他解谜啊 所以啊 让我来帮你改改谜题吧 哎 大功告成 不过 为什么你要强调这几个地方啊 我看有些知名景点都没入选 我和他又不是只来玩一天 知名景点可以之后再慢慢逛 但这个谜题里 重要的是时间 不是地点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帮大忙了 哎呀 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待会还约了人买纪念品 就先走了 好 什么英雄救美啊 以他的性格 只会被激起好胜心 然后势必要自己找到答案吧 我估计 这只猫也是我的手笔 我估计 这只猫也没那么重要 毕竟当时老大确实说过 重要的是时间 时间 你们俩也别太着急 凭你们的能力肯定能解开的 先不说了 我得去盯着那群崽子了 我们有空再聚 行 嗯 哎 两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我看你们在店门口拆了好一会儿了 我想 或许你们寻找的猫咪并不是拉达 而是她的妈妈 玛德 她们都是生活在集市附近的流浪猫 但玛德在前几年就离开了 我记得以前玛德很喜欢在城里兜圈 从集市出发 沿着河边一路晃荡的老城广场 她还很喜欢在天文中附近听钟声 也许是受妈妈影响 拉达也有这个习惯 那拉达每天的行走路线也是固定的吗 不 拉达比较随意 你们今天能在拉德尼斯街遇见她 运气还算不错呢 对了 你们等一下 这是玛德的行动轨迹 应该会对你们有用 不用客气 等空闲的时候来照顾我的生意就好 我终于想起来最美的景色是什么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解谜了 我要偷偷懒欣赏一下城市风光 还好今天是个好天气啊 我也想有点参与感嘛 跟我说说 为什么觉得谜底不是天文中吧 还能这样啊 靠猜考官的想法答卷 也太作弊了 好吧 那下不为例 你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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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听说 你答不懂 你答应 你问他 哦 没什么 只是相较于天文钟本身 我更喜欢塔顶的那个 常被人忽略的小时钟 那个时钟很特别 长针是时针 短针才是分针 与我们的习惯是相反的 我第一次看见时还疑惑了好一会儿 后来才知道 这寓意着时间倒流 看样子你已经想到关键了吧 那你的最终答案是哪个呢 其实一开始就有提示的 那你的最终答案是哪个呢 答对了 来吧 趁时间正好 让我们奔向黄昏 嗯 其实最美的景色 是我想出来的噱头 那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设置具体的地点 其实目的地是哪里 根本就不重要 绕了这么大个圈子 只是因为 我想把时间拖延到现在 然后和你一起在布拉格看落日 怎么这么惊讶 特别的原因啊 我的确是出于某个想法 策划了今天的一切 但或许 并不特别 你还记得我参赛期间 卫明师的天气吗 那段时间 卫明师总是阴天 只有我们一起听钟声的那天放晴了 很奇怪吧 那时候 我能在意的事情明明有很多 比如竞赛的结果 或者更久远的未来 但我最在意的 竟然是卫明师的天气 因为 故事里说 人难过时 会看四十四次落日 但我想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想看四十四次落日 所以 哪怕是隔着时差 我也想在卫明师的黄昏时刻 拨通你的电话 然后 我会把落日 当作一个借口 用来包装 当时不敢说出口的 我喜欢你 只可惜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刚好错过那段时间 为明师唯一的今天 你不是问我 如果时间倒流 我想回到什么时候吗 我想回到那天 去做那件 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时 我想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时 我许到我 我许到我 的是 是啊 我许到你 还许到你的 还许到你 我许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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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 一次和一万次 都同样珍贵 好啊 但我还想再为这件事做点准备 都交给我吧 唯独这件事 我想向你展现一个盛大的惊喜 走吧 我先送你回酒店 来吧 公主 会吗 会吗 但我只是想将美好的夜晚献给你 我这样会有些过头吗 我想了很久 还是希望我们能再完成约定时 隆重一点 再隆重一点 或许是因为这件事跨越太长的时间 让我不想轻飘飘地接过 那就好 这虽然不是道顶就会消失的南瓜马车 但我们还是快些出发吧 我想和你一起迎接第一声钟响 我想和你一起迎接第一声钟响 已经接通了 太好了 我还担心你在忙工作没注意来电呢 没想到我们刚回来你就接到了出差任务 都来不及好好修整一下 怎么样 这几天 这几天还顺利吗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对了 猜猜我刚才在干什么 猜不到 好吧 那我就揭晓答案喽 我再整理我们从布拉格带回来的纪念品 当然不只是整理了 我还稍微加工了一下天文钟冰箱贴 我在空隙处加入了发声装置 这样打开冰箱的时候 天文钟就会随之敲响钟声 啊 你想现在就看看 不行不行 因为 发声装置出了一点问题 只要启动了就停不下来 要不是接通电话前 我紧急把电池拆了 我们现在就在钟声里聊天了 放心 等你回来的时候 一定能看见成品 现在 就留个悬念吧 啊 你也给我准备了小惊喜吗 能跟我说说是什么吗 竟然要保密啊 好吧 等你回来再揭晓也不迟 反正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而且 而且比起礼物 我更想能早点见到你 虽然才分别了几天 但我已经非常非常想你了 你也是吗 这件事 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 但果然 我还是想听你说一遍 啊 不知不觉已经这么晚了 你明天还要早起工作呢 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嗯 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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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